姚卓飞大胆挑战过山车 弃偶像包袱玩到面部表情扭曲竟显可爱一面 现年16岁的姚卓飞Chantle因参加无限选秀节目生命传奇 凭甜美可爱外貌吸粉无数火速爆红 现时她正于新西兰展开留学生活 知道小飞向姚卓飞歌迷名相当挂心 不时会开Live及更新社交平台 3月31日她与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载影片 讲述自己在新西兰的日常 影片中Chantle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迪士尼 可是新西兰并没有迪士尼乐园 因此她与几位好友到了当地的Maring Boots &游乐场游玩 当中见到Chantle刚刚起床的素颜样 虽然眉心长了暗窗 但是如此青春的外貌因网名积攒 Chantle到达游乐场后玩了多个机动游戏 包括过山车及激流 Chantle抛开偶像包袱 勾开自己玩到披头散发的模样 及受到惊吓的样子 相信她玩得非常尽兴 虽然与网日在舞台上光鲜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就逗笑不少歌迷 更引来大批网名激赞 感色过人的小公主懂得体验生活 尝试不同的玩意 完全融入新环境 小分享应该放心了 Chantle笑得好亮 好甜 以为小公主好戏感 原来连过山车都敢玩 好乐乐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可以 遇鸣 育 不 aro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